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肖 咱长长健康着呢 你就别操那个闲心了 一旁正操作遗迹的护士不耐烦地说 家长留下一个就行 其余的在外面先等着 来 把孩子抱到这里躺好 肖灵气呼呼地走出检查室 不一会儿 罗婷婷和亲家母抱着孩子出来了 亲家母板着脸说 孩子都三十斤了 医生说以后得注意点 老肖 不是我说你 你怎么能把孩子养成这样 肖灵气得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 是谁让一天喂六顿饭的 是谁说胖点免疫力强的 怎么转眼之间就把锅头甩自己头上了 看着医院熄来攘往的人流 肖灵还是把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可接下来 儿媳妇罗婷婷的话 让她彻底炸毛 真是的 你一个当奶奶的 天天就不盼着孩子点好 现在你满意了吧 肖灵多日来的委屈 愤满 在罗婷婷的这句话里 彻底发酵 膨胀 她把手里拿着的 放着孩子衣物和奶瓶的袋子 一把扔到医院的长椅上 甩下一句 帮你带孩子我还带出错了 以后你们的事 打死我也不管了 肖灵气冲冲地赶回家 丈夫老贾还在店里忙着没回来 她给老贾打电话诉苦 老贾没有安慰她 却说 罗婷婷不是你看上的儿媳妇吗 现在知道后悔了 她骂了一句 老东西 你到底是哪个对的 挂了电话 她给自己倒杯水 咕嘟咕嘟喝下去 心里那口气才慢慢舍了下去 是啊 当初 罗婷婷这个儿媳妇 可是她亲自千条万选出来的 三年前 儿子从韩国留学回来后 进了一家银行工作 工作体面 人长得也以表堂堂 肖灵于是四处托人 给儿子介绍对象 条件好 自然要求也高 一般女孩入不了肖灵的眼 当护士的不能要 因为需要天天熬夜加班 结了婚照顾不了家庭 服务行业的人不要 太丢人上不了台面 最好是公务员或是教师 工作清闲有保障 还能顺带着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直到遇到罗婷婷 罗婷婷是萧玲表妹介绍的 独女 家境不错 表妹说 罗婷婷本来谈了一个男友 结果快结婚了 南方却出国了 南方本来承诺出国后 把罗婷婷接过去 可罗家对出国不感兴趣 也觉得自己家姑娘等不起 于是主动提了分手 表妹说 她虽然比咱文杰大两岁 可这条件 如果不是因为这 也轮不到咱呀 罗婷婷的条件 确实让萧玲很是心动 她和老贾虽然都来自农村 可经过几十年的奋斗 在这座城里 拥有了一个自己的汽修店 还在房价最低时 买了房和店铺 不比那些城里人差 给儿子找一个门刀户对的城里姑娘 是萧玲最大的梦想 罗婷婷第一次上门时 只拎了两箱牛奶 萧玲虽然不在乎这些 可还是有些小失落 姑娘虽然打扮得很时髦 但下巴短 脸上粉很厚 笑起来一副刻薄香 但萧玲还是笑脸相应 做出了一副准婆婆 该有的热情和客气 她热络地给女孩找拖鞋 还把消好的水果往姑娘手里塞 罗婷婷却毫不客气地说 阿姨 这些水果我都不爱吃 我只喜欢吃榴莲 萧玲一边赶紧使唤老贾 出去买榴莲 一边钻到厨房 一顿焦炒烹炸 她在厨房门口 往外忘了好几回 也没见罗婷婷有进来帮忙的意思 直到所有菜端上桌 姑娘才把屁股从沙发上抬起来 罗婷婷不爱说话 萧玲问她三句 她才回答一句 萧玲的热脸贴到人家的冷屁股上 冰得娃凉娃凉的 那天儿子送罗婷婷走后 丈夫老贾对她说 我看着姑娘不行 懒 没有眼力见 还不好相处 将来跟咱儿子结婚 有咱俩好受的 萧玲虽然心里 也不太喜欢罗婷婷 但还是嘴硬地说 人家姑娘这叫矜持 再说了 以后结了婚 她们够她们的 咱们够咱们的 还能打起来不成 她又想劝丈夫 你想想 以后她爸妈的财产 还不都是咱儿子的 听说他们在东区还有个别墅 罗婷婷的妈在医院工作 咱们有个病傻的 找她多方便呀 老贾将她执迷不悟 只好摇着头说 你呀 鬼迷心窍 将来有你后悔的 儿子对罗婷婷倒挺满意 姑娘家境好 说出来也有面子 再加上两人高中 都在同一个学校 共同语言慢慢就多了起来 恋爱进展顺利 萧玲做梦都能笑出声来 直到装修房子时 萧玲和亲家闹得顿不愉快 给儿子的婚房 是萧玲早就买好的 在东区 一百多平米 一楼临街 这样 即使孩子以后不想住了 不管是出租 还是改成临街商铺都可以 本来以本城的惯例 男方家出钱买房 女方家就要出装修的钱 可萧玲暗示了好几次 罗婷婷就完全装听不懂 眼看婚期将近 无奈 她只好拿给儿子三十万 一是为了显示她大方 二来 也是为了在亲家面前显摆一下 儿子平时工作忙 所以都是罗婷婷一家在装修 那天 萧玲心血来潮 要去看看装修情况 正碰上罗婷婷和她妈妈 一起去商场订家具 萧玲觉得那套紫檀床好看 罗婷婷妈妈 却相中了一套 意大利灰色真皮的 罗婷婷妈妈笑着说 老萧 咱这可是城里 不是你们农村 你相中的这套早过时了 萧玲脸上热辣辣的 她强撑着说 拾木地睡着舒服 这真皮的太软 对腰不好 罗婷婷当然没听她的 转头订了那套真皮的 从家具市场回来 她气横横地对老贾说 你看罗婷婷她妈那样 处处挤得咱们是农村人 她城里人怎么了 房子是咱买的 装修好歹也出点钱吧 一毛不拔还挑三减四 罗婷婷挑的各种东西 都是进口的品牌的 三十万 被她花得连个渣都不剩 儿子一直说钱不够 她只好又加了十万 这个时候 萧玲其实已经隐隐 有些后悔 罗婷婷从小娇生惯养 胃口大 生活奢侈 可能不是她们这种人家 能销售得起的 虽然她出钱买房并装修 可她看出来 亲家母看不上她 根本没拿她当回事 她想劝儿子慎重 可见在闲上 已不得不发 当初是自己极力窜的 此时说后悔 相当于自己打自己的脸 好在她们不在一起住 婚后头两年 一家人倒也相安无事 罗婷婷也就在过年过节时 跟儿子回来应个酒 每次罗婷婷来 萧玲就要和老贾 把屋里从里到外 打扫得干干净净 因为儿子说 罗婷婷对粉尘过敏 但自从去年 小孙子长成出生后 她和罗婷婷的矛盾 便如火山一样 无遮无挡地 彻底喷发出来 她从没有想到 罗婷婷的规矩会那么多 进屋要先洗手消毒 抱孩子要洗手消毒 她给孩子买的小衣服 没见成成穿过一次 有一次她问起来 罗婷婷不耐烦地说 你那衣服是什么杂牌子 小孩子穿的 一定得是品牌 要是穿出问题 你负责 一句话 掩得萧玲脸通红 半年后 罗婷婷上班 谁来照顾婷婷 成了一个大问题 萧玲本来想着 亲家和媳妇家住得不远 可以帮着代代 谁知 亲家母却慢悠悠地来了剧 孩子又不信我们的姓 干嘛我们带 罗婷婷他们住在东区 萧玲和老贾住在北区 两家隔着半个城市的距离 萧玲想着 自己住到儿媳妇家 白天她待 晚上就给儿子媳妇待 可罗婷婷死活不同意 说不习惯家里有外人 于是 萧玲就每天六点起床 从西郊坐公交 再转地铁赶到儿子家 晚上罗婷婷下班后 她再坐一个半小时的车 回到北环的家 但孩子可不是轻松会儿 罗婷婷的要求又高 哪些东西能吃 什么时候吃 都要按她说的来 萧玲常常累得腰酸背痛 她坐在晃晃悠的公交车上 常常会把自己睡过去 即使这样 儿媳妇对她也没个好脸色 她从不叫他妈 有什么问题 也从来不直接跟她沟通 而是通过儿子传话 后来孩子渐渐大了 萧玲觉得自己一个人 实在吃不消 就又请了个保姆 当然 保姆费也是她出的 儿媳妇对她不待见 保姆自然能看出美眼高低 她的话 她从来不带听的 有一次 萧玲因为保姆给孩子 做的菜太愁 说了几次保姆都不听 她发怒道 你知不知道 你的工资是谁出的 惹恼了我 现在就给你开了 保姆这才消停下来 多少次 萧玲想甩手不干 可看在儿子和孙子的面上 她还是忍了下去 可现在 萧玲实在忍不下去了 肚子咕噜咕噜响起来 萧玲这才发现 已经是中午了 自己早上起来 只顾着忙着 带孩子去体检 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 她正准备给自己下碗面 手机铃声响了 是儿子打来的 儿子开口就说 妈 我知道罗婷婷不懂事 惹您生气了 可是 让谁看 也没有让您看 我们放心啊 看在我的面子上 看在你大孙子的面子上 你赶紧过来吧 下午罗婷婷还得上班呢 萧玲一肚子怨言 在儿子的软鱼恳求里 化为乌有 她关了煤气灶 拿上手提袋 去赶公交车 到达儿子家时 已经是一点半 想着这个点 罗婷婷可能还在补教 萧玲亲手亲脚 开了门 孩子和保姆在里面卧室 萧玲想过去看看孩子 经过客厅时 却传来儿媳妇的声音 妈 你看她那样子 吃饭扁的嘴 一顿饭吃得比牛还多 天天穿得花里虎哨的 土得要命 再让她在城里住个几十年 她也脱不了胎 换不了骨 天生农村人的贱命 接着 传来亲家母的声音 婷婷你再忍忍 再过个几十年 她家的一切 不都是你的了 老两口才五十多岁 能干着呢 再给你们买套房 不成问题 萧玲眼一黑 差点晕过去 她扶着客厅的墙 缓了好一会儿 才直起身来 她慢慢地拿过 门口鞋柜上 自己的手提袋 开门走了出去 冬天的风刮在脸上 迟钝的疼痛 从心底蔓延开来 那一刻 从未有过的后悔 涌上她的心头 她千算计万算计 算计的都是 别人的财产和钱 算计的是 别人的体面和身份 却从来没有想过 女孩本身的品性 可即使如此 她又从这桩婚姻里 得到什么实惠呢 罗婷婷某职能部门的爸爸 他们可能一辈子 也用不上这层关系 她妈妈虽在医院 可全段时间 她竟买曲张做手术 且让罗婷婷 跟她妈妈说说 帮忙找个医生挂个号 罗婷婷却来一句 我妈天天那么忙 哪过得上这种小事啊 还不是她得和老贾 五点多起床 去挂专家号 做完手术 她躺在医院一个星期 罗婷婷妈 连个照面都没打 更别说 罗婷婷家的大别墅 她连门朝哪儿都不知道 而罗婷婷 她掏心掏肺地带她 换来的又是什么呢 是嫌弃 是不耐烦 是巴不得她去死的厌恶 她想 人真是贱啊 总想踮起脚尖 却仰望比自己更高的阶层 看不起不如自己的 殊不知 有比你强的那方看来 你也是被瞧不起的那一方 他们一边利用着你 享受着你带给他们的好处 另一边 却捏着鼻子嫌弃着你 儿子又开始不屈不挠地 打了电话 他知道 肯定又是让他赶紧去看孩子 可这次他不想再妥协 不想再逆来顺受了 他把手机关了 顺脚把马路上的一个石子 踢向远方 去他妈的 老子不伺候了 爱砸砸地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